各位,我们要活出真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都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环境里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信心软弱的问题 各位,神叫我们都不一样 例如,不一样的性格、背景 虽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不能活出神的真理 因为真理是给我们每个儿女 也必定都有出路的 比如说,人可以伤害我们 但神的话可以叫我们原谅的 我们会受工作的压力,照顾孩子的疲惫 遇到不合己意的事 但我们还是可以相聚,一起仰望主 一起得取力量的 当然这些要做起来不容易 但真理是没有改变 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话语 绝不会因为我们不一样的情况、环境、条件 而叫我们不能遵守的 然而,真理要实践出来是不容易 但也绝对不能够靠自己 乃是要靠圣灵所启示的真理 那是什么呢? 就是在《真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那各位,什么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呢? 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时 我们同时要学习怎么依赖耶和华 要知道,真理的事实不是只有教导我们要怎么做 而是产生一个依赖神和祂的话语 当我们心里有真理有事实 你会发现我们靠世界的方法生活 或者要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 心里难免会有些不舒服 比如说,当我们埋怨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埋怨是不对的 或者当我们不能爱人 折怪彼此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不太对 这是因为真理在我们心中做工 提醒和保护我们掉入软弱和欺骗里面 那另外,真理不仅使我们有智慧 先做对的事 也有一个敬畏的心去寻求神 许多基督徒在这敬畏神的心很弱 他们只有关心什么才行得通 而不是从了解真理开始来行 这是错误的 所以真理绝对不是叫我们只有要做 也是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 意识到不能够靠自己和靠世界 那是在真理里面有全备的供应 而需要依赖神,寻求神了 那下来,什么是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呢? 就是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的知识 小聪明 当然,我们懂有些的知识是好的 但是我们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的聪明 我们的小聪明有时会对问题过度的分析 比如我们越懂一些健康的资讯 我们就越关注要怎么吃,怎么保养 然后不只是花费很多精神和金钱 也将我们的心里越来越多的担心害怕 那有些人认为自己很会看人 但是过度分析人怎么想的时候 也会带来很多不对的暗示 所以这些小聪明都是阻碍与蒙蔽我们的心去信靠神的 那若我们靠自己的聪明 你会发现这是反而带给我们更多的受苦 为什么呢? 各位试想,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可能会走错路 会做出错的选择 会走很多冤枉路 经过不该受的痛苦 换句话说 我们人是不能够靠自己去应付撒旦的攻击 环境所带来的压迫 人际关系的矛盾 经济的缺乏等等 我看过很多人都失败在这个地方 即使应付得了 但更大的问题就不能应付了 不要说大问题了 我们最平常的生活中 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能够控制实况所带来的问题吗? 那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们要排除我们所懂的知识 而是我们要将自己的知识 放在上帝的智慧上 因为没有任何知识 比神还要更聪明、更理智了 所以我们懂的知识要有意识 有些知识参考就好了 不要过度去分析 那最后就是乱神之音 我们的大路 这是带来我们最终的喜乐 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当我们让神指引我们的时候 即使有很多的重担、忧愁的事 我们也愿意走着信心的大路 那时神必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无论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问题 经济问题、不负问题、孩子问题 时间不够用的问题、身体疲倦的问题 或日常生活的种种问题里 倘若是我们不乱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会越走越迷茫 越来越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现况里面 从神的真理找到神的引导 当我们继续寻找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 祂是怎么为我们开路 然后我们将因此回復信心 与主同行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信讨祂 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在任何的事上 做工、处理、难搞的人 在忙碌中侍奉等等 这些是叫我们基督徒的经验 加深了我们对神的信任和关系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真理虽难行 但主有路给我们 那就是专心依赖主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然后凡事乱神指引我们 最终我们跟神建立一个 更稳固的关系 建立一个专心、专一的靠神的心 也对真理越来越坚定不移了 所以一个坚定不移的心 是胜过一切环境实际的问题了